走 走 走 秀菊 塔拉哥呢 妥妥 你怎么回来了 我有急事 你快告诉我 塔拉哥去哪儿了 塔拉哥跟我哥 去厄王府送马了 送马 送什么马 哎 说了你也不知道 塔拉哥赶走了 人家厄王府的马 现在又给人家送回去 哎 兜兜 王爷 两个穿八路军军装的人 说把沙郎抢的马 给送回来了 两个八路军 他们在哪儿 就在门外 他们说还要给王爷 赔礼道歉 好 有请 是 哎 等等 你很像我见过的一个人 对不起 哥哥 我今天来是赎罪的 我要把向你父亲借的马子 来还给你们家 你难道就是那个沙郎 我就是沙郎 第一次听到一个盗贼 竟然还会赎罪 等等 我阿爸非常固执 这些天他正在气头上 即便你把马还给他 他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的 那就忧不得我了 要不我陪你们进去吧 哥哥 哥哥 你 你 别说了 跟我来 走吧 爸 你看 谁来了 岳王爷 爸 他就是我给你提起过的 那位救命恩人 傻狼 我就是 你偷了我的马皮 其中有我的黑耳朵 我是来认错的 我打过戒条 我从来不认为那是偷 塔拉 厄王爷 今天我和塔拉 是来给您还马的 也是来给您认错的 塔拉跟我一样 刚刚加入了革命队伍 由于我们的年轻不懂事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还望厄王爷您宽恕 狗改不了迟屎 你说什么 塔拉 我住嘴 该住嘴的是他 不得无理 你别以为参加了游击队 就可以在我这里撒泼 我告诉你 要不是看在你们那位 田掌柜的面子 我现在就可以毙了你 我也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我是游击队员 我现在就可以让这里底朝天 贼人 就是贼人 有你这个沙郎 再加上那个黑马队 这个部队好到哪去 你说我是贼人 你在骂谁 塔拉 别忘了我们是来干嘛的 你放开 你没看到他在骂我们吗 我问你 你和你的家人所拥有的一切 是从哪儿来的 那是我 以及我的祖先 靠智慧 畅奏得来的 你放过我吗 织过布吗 你身上穿的 吃的 喝的 挂下棋的 是谁给你的 沙郎 你不要在这儿撒泼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当然知道我是谁 你们才是真正的贼 塔拉 塔拉 王爷 您千万别生气 对了 我和我的塔拉兄弟 已经把您的爱居 黑耳朵 还有那五十匹马 如数奉还了 另外 我代表部队 向您赔礼道歉 我们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发生 此类的事端 算了 一波由你们这类人 组成的部队 能不发生此类事端吗 我们走着敲 告辞 什么人敢在我府上撒泼 现如今天不是天地不是地 反了 阿爸 那个沙郎已经把你所有的马子 都送回来了 你就该原谅他 再说 他们是有诚意的 什么诚意 一个奴隶 莫空一切 参加了八路军就敢跟我对着干 可是阿爸 我们确实得好好想一想 想什么 如果这个世上没有规矩 连贼都变成了英雄 这世道会变成什么样 好了 好了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狗熊脾气 怎么就不能给我改一改啊 你没见到他那个傲慢劲吗 可你进门的太子从来就没有端正过 你让我怎么端正 你让我像以前那样给他们下跪 像奴隶一样下跪 让他们都提着我 他俩兄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不是奴隶 我们现在是八路军游击队 连小鬼子都怕我们 咱还怕谁啊 是不是 可你刚才的态度也太蛮横了 我就这样 你给我下来 你别走 好 你刚才骂了我的家族也骂了我 这口气你该消了吧 算了 我还是躲一躲吧 去 去 你来干什么 不知道 你现在想祈求什么 是 不是 我是想祈求你的平安 对不起 我阿爸对你无礼了 不就是五十匹马子吗 就像你说的 我们从来就没有放过你 但是不得有记忆 塔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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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兔哥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找你的 出事了 怎么了 苏王让萨姆腾去抓满达厄吉了 什么 苏王要抓厄吉 对 苏王让萨姆腾一定要把满达厄吉 带回苏王府 刚开始我以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满达厄吉在哪 结果 保安队有个人在桃里米那看到了满达厄吉 现在 萨姆腾已经在去的路上了 塔兰哥 你怎么还去呀 我知道了 你回去继续见识他们 好 大宝哥 咱们走 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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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队让任苏王有过约法三章 我们不能跟王府对着干 现在是他们跟我对着干 要不他们为什么抓我呃吉 万一是个误物 咱把事弄清楚了再说 要弄清楚了 呃吉都没命了 你可以不去 但是我不能见此不救 去 塔兰 塔兰 你给我回来 你们找谁啊 你就是满达 对吧 我们见过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苏王爷 请你去一趟王府 请我 你们搞错了吧 苏王怎么会请我这个老太婆呢 说句良心话 我也不知道 苏王爷命令我把你带进王府 我不去 不去 去不去可由不得你呀 苏王爷的命令 没有人敢反抗 你们搞错了吧 你们搞错了吧 我可不是苏王的奴隶 再说了 我儿子在部队上 如果他听到你们这样逼迫一个老太婆 他可不会袖手旁观的 你在吓唬我 我是想让你明白事故 来人 把他押走 干什么呀 老太婆 迟不相瞒 我是受人之错 来送你上西天的 我这条老命不值钱 可惜的是 你们这样做 会造报应的 好吗 弟兄们 好好照顾他 走 把谁拿转过去 我想看着你们俩死 来吧 走 走 走 儿子 有姐 你是塔拉 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那个杀狼 你要是有本事 把枪收起来 咱们依然 放二刀 咱们出现在一把你给你 不饿了 你怎么给你 快 把刀都放下 要不然我就杀了他 放下 回去告诉你们苏王 你们要敢动我恶极一根寒毛 我就杀进王府取他的人头 听见了吗 滚 杀儿 门禅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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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禅 好 门禅 门禅虎 门禅虎 门禅 门禅 让你受苦了 门禅虎 儿子 你要是再晚到一步 阿爸就能留我一个时间 和你阿爸相见去了 不会的 我不会让阿姬死的 我要去苏王的头 来侵点阿爸的灵魂 大王 阿姬 咱们走吧 那家伙怎么办 把他带回英年 我进 咱们走吧 我进 咱们走吧 我进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还想问你呢 谭拉同志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队长 这个人是扎萨克系的梅林 保安队的副队长 苏王让他去抓我们的额级 正好被我们哥俩截入了 什么 苏王 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不是说苏王是好王爷吗 你让我们团结苏王 共同抗日 这就是你说的统一战线 谭拉同志 你别激动 等我把事情搞清楚再说 这个八路我不干了 我非要杀了苏王不可 谭拉 谭拉 他不可 你闪开 你 你给我回来 满大恶机在哪儿 我已经把恶机送回去了 队长 他怎么办 带着他 跟我去一趟苏王府 是 去 走 轻点 轻点 怎么回事 禀大少爷 他们绑了萨姆特梅林 姓田呢 你竟然敢绑我们扎萨克齐的梅林 我命令你赶紧把人放了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我要见的是苏王爷 来人 是 谁来敢动 住手 不得无礼 阿爸 他们绑了萨姆特 把枪都给我收起来 苏王爷 今天本王应该叫你田队长 田队长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在下田老四一向敬重王爷 与王爷交往多年 王爷也一向言而有信 可是这次令人不解的是 我们八路军刚刚和王爷达成共识 团结一致 抵御外辱 王爷为什么要失言 派这个人去抓一个叫满达的老人呢 本王找这个满达 是王府里的事情 与你们八路军有何干系 与承信又有何干 苏王上次已经看到了 我们共产党人说服了塔拉 放弃前嫌 停止了对王府的攻击 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 可是王爷要下令 抓了他的额籍 塔拉是满达的儿子 什么 满达是塔拉的额籍 这本王一点也不知道啊 这完全是一误会嘛 本王从来没有下令去抓满达 我只是让他到王府里 来询问他一些事情 王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给他松吧 等等 宋王爷 您刚才说的话 和我们所遇到的事情 可就大不一样 而真正的原因 是萨姆腾命令他的手下 企图杀害我们的满达俄籍 有这么回事吗 王爷 绝无此事 我是完全按照王爷的吩咐 将满达带回王府的 萨姆腾 你敢胡说是吧 如果你的手下 不把枪口对着满达俄籍的话 我和我的塔拉兄弟能出手吗 萨姆腾 你说实话 王爷 我要是说一句假话 天打雷皮 你还敢狡辩 行了 看来 一时想弄清楚真相 恐怕是很难 苏王爷 也许你我应该 好好管输一下 我们的部下 松榜 是 我田老四 仍然相信 苏王爷会以大局为重 言毕信 行毕过 人我给你留下了 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 再不要发生 那我告辞了 恕不远送 王爷 王爷 快扶王爷休息 怎么了 走 怎么了这是 老命又发作了 快 奇怪 我父王为什么要找塔拉的恶解 怎么 你也不清楚吗 那你为什么在半路上 让我杀掉曼达呢 你说什么 我让你去杀的曼达 是啊 是陶管家说的 这是你的意思 这么说 你给我父王撒了谎 李大伯说的是真的吗 李大伯说的是真的吗 这个陶管家到底要干什么 这件事情你先别生长 我一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 这几天我一直在等你 等你对我说实话 我 三父亲和陶德 到底是谁在撒谎 老爷 桑姐是咱们的儿子 是咱们从小把他养大的 你 您怎么怀疑我呀 好了好了 我不想再听了 你走吧 老爷 你要相信我呀 走 桑姐 是我儿子 桑姐是我儿子 桑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桑姐 你别问我了 我没法说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为什么让萨姆腾去杀塔拉的恶姐 你胡说什么呀 恶姐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 涛德告诉萨姆腾说 这一切都是你的意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涛德要杀满他 还有 阿爸为什么也在找满他 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我一定要问出个水落石出 你说呀恶姐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呀 桑少爷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 那还是我来告诉你吧 涛德 表妹 我 现在 没有任何退路了 必须让他知道实情了 大少爷 这里说话隔枪诱饵 说话不方便 请你跟我来 我 桑姐 你不是王爷的亲生儿子 你是那个奶妈满达的儿子 这就是你要知道的实情 你满意了吧 你撒谎 你想想 我和你恶姬把这个秘密 对王爷瞒了二十多年 这对我来说也是性命攸关的事 我还能再撒谎吗 我和你恶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 一切都是为了你 我俩想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 永远不为人知 可是三分间熬等不知道 从哪里知道了这个秘密 他告诉王爷了 王爷叫萨玛能去找满达 就是想从满达的嘴里证实这件事 你该明白了吧 照你这么说 塔拉才是俄家和阿爸的儿子 这完全有可能 当年的孩子被三分亲做了手脚 已经奄奄一息快死掉了 如果那孩子没死的话 他就是塔拉 这不可能是真的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塔少爷 你还记住王爷说过的话吗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 我不相信你 我要去问恶姬 站住 你难道没看到你恶姬现在的神 人就快要崩退了吗 大少爷 你应该知道 你马上就成为扎萨克了 王爷一旦调查清楚这件事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还有资格当扎萨克吗 你将失去现在的一切 大少爷 你们这是在害我 你们这是在害我 大少爷 时间不多了 你赶快想办法自救吧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你想办法 我现在想什么办法 你让我现在去杀人吗 大少爷 你在这儿冷心想想 我倒先回去了 我告诉你一句话 为了保住你现代的地位 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懂吗 我现在还想不认为你 为了保住你 你不认为你 你怎么走 你不认为你 谢谢你 你不信心 我儿子 哎 我急受了惊吓 刚睡着 来 走 你怎么回来了呀 我不干了 跟田老司一天到晚 纪律纪律的 处处护着那帮杂种 明明是他要杀我恶绩嘛 他还处处袒护他们 还有你哥 跟那个田老司一个强调 他们抓走你恶绩是不对 但是你杀了孙王府的人 这个祸传能是有点大了 我不杀他们 他们就要杀我恶绩 那你应该去跟田队长 好好解释呀 你知道部队上是有纪律的 你要这么出来的话 会被当是逃兵啊 什么逃兵不逃兵呢 大不了我一个人看 非杀了他不可 塔拉哥 大王 队长 塔拉还没回来 我还正在担心呢 太不像话了 他以为部队是旅店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看我这回怎么收拾他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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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盛队半夜出啥事了 塔拉哥去了苏王府 他说要去杀了苏王 什么 大王 到 带几个人把他接住 要快 是 战大王 什么 你脱离了部队 还要去杀苏王 我不杀了他 他就杀了你 苏王不会杀我的 这里边一定有别的名堂 卧槿 他都已经准备向你开枪了 你还这么信任他 有些事情你根本就不明白 我不管什么事 我一定要杀了他 你要是杀了他 我就死在你的边前 厄姐 厄姐 不要啊 你要向我保证 厄姐 现在就跟吕大王 回到部队上去 我不回去 过不了那种没有自由的生活 这跟当奴隶有什么两样 你说当兵像奴隶 可是你不要忘了 田老四的部队 可是专门为穷苦人说话的呀 塔拉 厄姐说得对 回部队去 塔拉哥 你就听厄姐的吧 你就答应他吧 你们两个 马上把他给我送回部队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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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姐的把你担忘了 走 走 厄姐的把你担忘了 别拉我 走 我认什么错我认错 应该他跟我认错 塔拉兄弟 关于有人想杀厄吉这个事情 对领导非常关心 昨天田队长跟我已经去过肃王府 而且肃王也答应今后不再发生此类的事情 田队长这么爱护你 你还不明白他对你的一番苦心吗 不 塔拉兄弟 你说你啥事也不问个明白 不问个青红皂白就使性子 就单枪匹马的行动 你自身有危险不说还违反了纪律 你这样做 你让我这耽搁的能放心吗 那我不前往你吗 行了 大宝哥 我知道了 宝哥 进来 你来这儿做什么 大宝让我来承认错误 不是 我自己来承认错误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道歉就不必了 你既然擅自离开了部队 那就没有必要回来了 队长 我知道错了 我不会离开队伍的 你以为部队是理念吗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性质吗 这叫开小差 在战场上 这就是逃兵 逃兵 我完全可以把他降毙 你满脑子的复仇 既然是这样 那你就去当你的游侠 部队不适合你 队长 你 你真不要我了 我们这是革命的队伍 有着严明的纪律 你的性格 不适合留在部队 好 我请你出去 这不是旅店 请你出去 好 来 去 好了 去 你让我走 我偏不走 你要不把我留下来 我就跪着不起来了 虽然部队上不兴下跪 可是你已经不是部队上的人了 你愿意跪着 跪着吧 队长 队长 你原谅他吗 好了 跟我 兄弟 起来吧 让大伙看见多不好了 起来 他真的不要我了 他不要你不正好吗 哥 你如愿了 你不正想离开部队吗 走吧 哥 你别火山交友了 交啥友啊 我还不能想揍他 你就呼着吧 他了 哥 你别难过了 我想田队长这回事在气头上了 他真的不要我了 真的不要我了 你真的不要我了 你真的不要我了 你别急啊 我去帮你修行 杀 杀 杀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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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队长 昨天晚上 俄吉劝我和我哥把塔拉送回了部队 你怎么又不要他的呀 部队有且的纪律 塔拉士匹野马 我根本驯服不了他 他已经改了 你没看到他那难过的样子吗 一个大男人跪在地上哗哗流泪 您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想用几滴眼泪打动人 队长 你别说了 回营房去 帮他收拾一下东西 让他走吧 我原以为你一个当队长的 会有办法幸福好他了 但我现在看来 你也不过如此 根据 你们扎萨克的世袭制度 如果你不是苏王的亲生儿子 你就无权继承扎萨克 世袭王位 是这样吗 目前这一切 所往并不知情 是这样吗 好 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一切 就还有挽回的余地 来 散起去 你能够在这个时候来找我 说明你对我是信任的 我作为你的老师 和你最真诚的朋友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全力地来帮助你 我会让你继承扎萨克 你打算怎么帮我 这第一步 就是要尽快地继承扎萨克 我听说苏王最近心脏不大好 那就应该让他赶紧离开这儿 只有苏王离开这里 你的地位才能够巩固 但是无论如何 你也不能伤害我了吧 三杰军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怎么会伤害得高望重的苏王呢 你放心吧 你的家人 一丝一毫都不会受到伤害的 再说 苏王能够尽快地去大城市看病 对他身体的康复 不是也有好处吗 等我的好消息 我一定会尽快 让你继承扎萨克 这是一个机会 如果能够让桑杰尽快地取代苏王 对我们今后的计划的实施 将会有很大的划处 很好 我批准你的行动计划 这次一定要把那个苏王 送维尔杜斯赶走 对其他王爷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他那哥哥 你醒了 来 喝点水吧 你不是不要我了吗 为什么还要关心我 按照组织剧理 我是该把你开除了 可是看在你额级的份上 还有你那份诚意 我改变主意了 来 喝点水吧 喝呀 没出息 一个大男人竟然以泪洗面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撂挑子了 我绝侵扰不了你 来人 吃吧 吃吧 你是想玩绝食呢 还是想让我喂你啊 你心里的委屈啊 我理解 这苏王爷也确实违背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 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 我告诉你啊 动不动得要挑子 是不对的 现在吃饭 多吃点 吃完了以后 给我写份检查 知道我不会写字 那我找一个会写字的帮你写 写完了以后给我备会 当着全体战士的面做检查 明白了吗 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今天晚上 得王府采取行动 纸烧外院的几座房子 记住 不到万步都已 不要开墙 明白 有没有 守护下 上坡 要равля 解下 你 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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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跟我来 怎么样啊 我看还是马上送王爷到城里的大医院去看看吧 王爷的病不能再耽搁了 王爷 喇嘛说您这病应该去大城市看看 您看 咱们是去西安呀 还是去榆林呢 去榆林吧 榆林离家很近一点 管家 在 你去准备一下 是 诶 桑杰不在府里吗 大少爷最近一直很忙 忙着处理保安团的事 昨晚住在那呢 我有话要跟他说 把他找回来 好久不见了 OK 我跟他启潜 启潜 好 感谢观看